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11月15日 已經 是星期三了 星期三 習近平已經抵達 美國的三藩市 我們也在那邊有網友 去現場抗議示威的 由於 當地中共招來了大量的五毛 那些叫做愛國人士 他們實際上 已經有人 去拍他們的影片 你們這麼愛國嘛 先拍下你們所有人 舉中國的茄子 我們這節要跟大家說一下 習近平平安到達美國 在 客機被擊落 因為大家知道 習近平最近 這幾個月來 對於火箭軍的傷害 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 是不是 幾乎 可以說是火箭軍成立以來受到最大的重創 重創他的不是美國 不是台灣 不是日本 不是法西斯 是甚麼呢 習近平 也是來自軍委主席的摧毀 火箭軍 司令員 前政委 前司令員 很多人都出了事 那麼究竟 那些人在擔心 會不會是將右下發動政變 然後 趁習近平的專機 飛到白領海口的時候 大家也知道 美國 通常就是上阿拉斯加 然後鬥羅里亞地球園 反而 橫過太平洋是不行的 隨時出事啦 有機會沒有地方靠啦 沒有地方停 是不是 好了 竟然 這架飛機到了白領海峽 前 沒有被人擊落 究竟 是 不擊落他住 還是等他回來才擊落他 還不知道 不過 這個我們現在暫時看到的習近平 是平安到達了美國三藩市 現場我們這條短片 拍攝了很多的小粉紅 握上了國旗 歡迎習近平 同場 也有那些 就是西藏的流亡人士 香港的手足 然後就是有 內地 應該說是中國的民運人士 流亡美國的民運人士等等 舉起 橫眼抗議 一字排開 從畫面所見很和諧 為什麼會這樣呢 以為是歡迎習近平 有部分歡迎 有部分反對 看到一條影片 我問那邊的網友 他說 因為他們那邊的政府 不可以限制人家的示威 畫了一個示威區 結果 贊成的和反對的 支持的和抗議的 一起 習近平 肯定是 這次花了很多錢 據說 中共就花了很多錢 叫華僑 歡迎習近平 要去到三藩市 所以 現在三藩市的酒店 B&B的價格 升得很厲害 因為被大陸佬搶貸了 搶貴了租金 好了 這次他們 不僅有差累費 因為他們為了 迎接習近平 搞得很好看 準備了很多小薰紅去迎接 有當地的留學生 也有華僑 喬領 福建人 主要是福建人 三藩市 其實是有很多香港人 居住的 我們也有不少網友在三藩市居住 由於氣候很好 他們經常叫我過來吧 三藩市 冬也不怕 當然也不怕熱 因為加州氣候溫和 所以 有很多農作物 大家也知道 以前大家都聽過 加州新旗市場最出名 現在 據網友說 甚麼都有 有火龍果 有荔枝 龍眼 這些東西很棒 有機會我也要去加州 接下來盡量 盡量找些機會去加州 三藩市 當然被小粉紅 進駐了很多很多地方 而這次市政府 據說 應該是省政府搞的 因為這個州長叫做劉森 他是一個極為親共的人士 而且也被譽為民主黨的名革之聲 有機會是 國族下一屆的總統補助 不知道有沒有那麼誇張 而且 他還是佩洛西的侄子 他說他是佩洛西的侄子 美國也說門伐的 別說 你是往來無白丁 也有很多那些 靠群大關係 這是誰的兒子 又跟奧巴馬 又跟誰的兒子 又說 搞了一些智庫 中共吹大雞 我們看到民運人士 也不枉多樣 民運人士 周封鎖 應該也是1989年的 學生領袖之一 還是工會領袖 他租了一架小型飛機 拉一架巨型橫額 去抗議 這個 其實場面也算是挺壯觀的 而且成本不便宜的 要花很多錢 其實賺錢艱難 就要想一些比較省錢的方法 現場我看到 網友報告 抗議的人相對是少過那些小粉紅的 因為小粉紅 是出錢的嘛 抗議的自己掩錢過來 有些是特意 駕駛很多個小時來 美國很大 他們 中共在那邊的橋辦 華僑的辦公室 吹大雞 在紐約 在各個不同的地方 甚至加拿大也有人吹雞 要他們包飛機 一車車人 一船人 運到 三藩市壯大聲勢 好了 習近平這次 我們昨天跟大家分析了 這次去到美國 真的是下跪之旅 為甚麼呢 他要求美國 要有很多承諾 然後又約了美國商界的人 去見習近平 搞一次餐會 拜登不跟你吃飯了 你不跟我吃 我有很多人跟我吃 最便宜的票是2000美金 如果是包桌子 三萬元就可以接近習近平 三萬元美金一張桌子 好像是白人桌子 那麼究竟習近平的盤算是甚麼呢 第一 就算你美國佬不是即時和我緩和 起碼氣氛上沒有那麼緊張 第二 他覺得他可以 去溝通民間 意思就是 溝通人員 華爾街 跟著那些廠商 在美國的 大商家 想追溝外國 招回這些鬼佬過來中國投資 你們來吧 我們是對你們外資很好 他那邊僑辦做了很多事 這次 也有很多人給面子出席 說是習近平來吧 連李家超這些狗子媽的高盛CEO也會親自來捧場 他們 始終你知道 生意人 通常吃四方飯 盡量不得罪任何人的啦 我們當然要給面子派對啦 到頭來投不投資是另一回事 面子一定要給足 尤其是中國人 你也知道 鬼佬 其實摸清楚你怎麼中共的皮靜 中國人最重要是用面子 他可以為了一個面子 是不要錢的 在錢和面子之間 他會選擇面子 寧願不要錢 甚至乎虧很多錢 他也會這樣做 所以 美國佬計過 餐會這些錢 濕濕碎 最重要是 看看可不可以 讓你習近平 大開方面之門 實際上 加快他們撤資 大家就明白了 人們看穿了你 你是柴狼 你穿著西裝 你以為穿著阿曼尼西裝出來 穿著漂亮的皮鞋 裝成人無苟弱 你就是一個人 你就是一個人 大家都知道你是柴狼 所以 現在美國佬學會了 虛與威夷 你說要 投資好 我們中美友好 問題就是 那我的資金可不可以放寬啊 你一說放寬 他就馬上抽走錢 你信不信 如果中國一放寬的外資 馬上抽走一大堆 你不能走得了 還沒見識過你們隨時反面不認人的事情 所以 習近平的如意算盤 就是想追求那些傢伙回來 實際上是否追求那些傢伙呢 我覺得他是屠勞無功的 拜登的立場已經很清楚 我們以前就不想跟你搞對抗 現在是不想跟你硬脫勾 意思就是我們不想反台 我們 叫做和平分手 或是不要說和平分手 我們 要嚴格的管控風險 意思是什麼 每一件事我們都盯著 以前不是的 以前跟大陸做生意 你辦事我放心 我們信得過你 我們大家自就賺錢 很多事情 小事 他們都會放低 甚至乎 不提 盡量不提啦 新疆人權也不提啦 對付香港也不提啦 我們賺錢也很重要 現在 正式賺不到錢 大陸不斷發債 不斷問我們借錢 恰購債 還沒還 想來雜資 很難 在美國的投資 你們也不會 我們也不計得了 在中國的的投資 我們也想帶走 現在誰都不相信你們 所以 這次習近平是不是可以達到預期效果呢 除了他回到大陸之後 大吹大擂 你看 美國總統要求見我 然後美國的商界 每個人都來拜會 一定回去大吹大擂 說到自己 文字武功 多厲害 到時就各自表述 美國就說美國自己說自己的事 中共回去 就大肆宣揚 我們取得 很大的成功 中美要友好 有一萬個理由搞好中美關係 也沒有一個理由要搞壞中國關係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 每一次都是中共這種政治宣傳 這次 在美國當然也要花一大筆錢 包起一座酒店 這次另外要開始說 很好笑 這次小粉紅據說 每人都有幾百美金 只是人工津貼 另外 食宿 包那裏的酒店 包括來回有車載他們去 接下來這幾天 我們也會 跟蹤著這件事 跟大家報告最新的消息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好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去支持我們 幫我們欣賞廣告 多點欣賞 第一個時間先按LIKE 過來留言 互動 多點SARE我們的節目給你的朋友 多謝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 即時可以找到屋子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嚴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穩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一些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